台长告诉大家 在经济学当中 有一个叫蓝马效应 也就是说 这个马非常懒惰的效应 说的是有两匹马 各拉了一个货车 一匹马走得很快 还有一匹马呢 走得很慢吞吞的 于是这个主人啊 他就将后面的货 全部放到了前面 这个后面那个马开心了 哎呀 钱越努力 越折磨自己啊 你看我走得慢 他把我的货 全部放到前面去了 我可以舒服了 走了一会儿 主人一想 既然一匹马就能把 两车的东西 全部解决问题 拉走 我为什么还要用两匹马呀 最后这匹蓝马就被宰了 吃了 这就是蓝马效应 如果你让你的老板觉得你已经可有可无 你就被踢开的日子 你就被踢开的日子不远了 我们要学会居安思危 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 我们知道有很多的麻烦和痛苦啊 想一想 你们什么时候能知道自己结束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自己不会生癌症 你们自己要想到在这个天灾人祸当中要懂得精进 想一想 八天当中三架飞机失事 六百多人的命就这么没了 如果你们坐在这些飞机上 想一想 台湾的那架飞机在往下掉的时候 整个掉到下面 飞机的人全部死亡 只有一对母女 他们念着 观世音菩萨 结果居然掉下来之后生还 这就是菩萨的保佑啊 希望大家要多多求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们居安思危啊